全城夜恋来过的留学生 我叫隋西 我今年28岁 现在在彩阳跟朋友合开了一家公司 祖阳拼街平 我18岁就去了澳大利亚 在那边待了5年 专业学过西餐 喜欢听古典音乐 去听音乐会 喜欢看法国的文艺电影 像天使爱美丽啊 放牛般的春天这种 彩阳今年25岁 一个从高中开始就承受着 比别人大级码困扰的 要切尔女生 13年高中毕业 就跑到了美国康电集合大学 学习精算专业 到了美国 我不仅能轻松买到漂亮的 40码高官鞋 还体验非常丰富的生活 参与公益活动 老街头行为艺术 去看画剧 看画展 总之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 不同生活的女生 生活中 我喜欢一切跟文艺和小众有关的东西 平常也很喜欢听黑椒唱片 我喜欢从各个地方讨唱片 我觉得用黑椒听蔡琴啊 李宗盛的老歌更有韵味 我叫墨佳 今年31岁 大学毕业于吉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英国阿丁堡大学教育管理专业 回国后在吉林外国语大学 担任过双云老师 这一幅呢 是莫奈的代表作印象派的著名画作日出 这边这一幅呢 叫靠海的房间 是由爱德华霍普画的 这边有点看不出来 是什么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幅抽象画 是康定斯基画的 还喜欢听听歌剧 像莫扎特的菲加伦的婚礼 普希尼的图兰朵 我喜欢一切跟艺术相关的事情